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的违法性 虚伪性 荒诞性 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从设立的主体看 该法庭是由美其方反华势力 与市委会等东突组织合谋成立的 这样一个兼具反华 恐怖性质的组织 根本没有公信力可言 二是从法律依据看 该法庭不符合国际法 和国际刑事司法惯例 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和效力 更无权搞什么宣判 三是从经费来源看 该法庭主要依靠市委会提供的资金撑腰 他们花钱请骗子 花钱来谎言 完全是对法律的侮辱 四是从操作手法看 该法庭预设立场 先做有罪推定 再去伪造证据 蒙蔽世人 他们构陷的罪名早已被揭穿 五是从设立的目的看 该法庭就是为了抹黑新疆形象 插手新疆事物 干涉中国内政 已经沦为美西方反化势力 大搞政治操纵的棋子和工具 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法庭 一个恐怖组织控制的法庭 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鄙视和谴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